四孤剑以剑正道 化身剑神后是世间万物于无物 对于两个九品上高手 他根本没放在眼里 刚才的一番攻击可谓只是小事牛刀而已 但尽管如此 红四祥与侯公公也接不住 两人倒飞树杖正巧落在庆帝的脚边 庆帝原本淡然的脸色为之一变 稍微有些正神的看了看两人 又抬头看了看四孤剑 脸上闪过一抹音叶 真正的大宗师 难道就是这等缩头乌龟 刚才在与叶流云交手之际 四孤剑也听到了苦和所言 真正的大宗师 并不是红四祥或者侯公公 而是庆帝 此时他用一种鄙夷的目光看着庆帝 缩头乌龟所指 不是庆帝是谁呢 可庆帝文言却并未恼怒 只是轻轻抬手 闭上两人顿时起身 红四祥与侯公公感受到身后传来的汹涌真气 傻时间毫不犹豫地再度朝着四孤剑扑来 果真是缩头乌龟 四孤剑冷嘲一声 右手剑光果断了横扫 但这一次他并未逼退洪四祥和侯公公 只见两人在此时像是变了一个人也四 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子凌厉真气 剑光横扫在他们身上 顿时被真气所破 如星光破碎般在虚空消散于无 四孤剑眉头紧皱地看着两人 然而下一刻两人的速度却猛然提升 一眨眼便到了四孤剑的眼前 拳掌再度出击 其恐怖的速度竟直追大宗师 四孤剑侧身躲避 手中剑光一时间清洗而出 碰碰碰 剑光无所顾忌地击中红四祥与侯公公 但两人却是纹丝未动 丝毫未损 先杀沁帝 这时苦和的声音从一旁传来 四孤剑猛然抬头 只见此刻沁帝正微抬双手 真气源源不断地从他的体内 灌入红四祥与侯公公身体之中 以一己之力操纵两个酒品上的高手 对上大宗师竟丝毫不落下风 此人到底有何等修为 四孤剑只觉心神震惊 急忙抽身闪躲朝着沁帝奔袭而去 但红四祥与侯公公哪里容得他走脱 两人一左一右同时出手 竟硬生生将四孤剑截了下来 动手 四孤剑无法挣脱两人的拦截 剑光猛然一震 云之兰与另外一个看上去不足三十岁的汉子出现在场中 两人各自手持一柄长剑 九品上的气息煞时剑显露无意 十三 你对付他 云之兰朝着红四祥一个闪身 长剑在虚空划出一道弧线 煞时间直逼红四祥的眼珠子 而他口中的十三便是四孤剑坐下 另外一个得意弟子王十三郎 此前 此人一直在外执行四孤剑给他的任务 所以范贤未曾遇到过 王十三郎见得云之兰动手 粗犷的脸上也顿时流露出一股豪气 剑刃轻轻摆动 如一道风也似朝着侯公公冲去 四孤剑得这两人援手 当即想也不想地冲向庆帝 而这时 庆帝第一次站起身来 你还是来了 范贤看着海棠朵朵 眼中闪过一抹感激之色 能在这时候依然与他站在一起 无疑是真爱 然而高冷的圣女此刻仍旧高冷 即便看到范贤温柔的目光 也是眼皮子一抬 小嘴一翘 一副爱搭不理的模样 谢谢 范贤仍旧对他表示感谢 人们常说 真正的感谢是不需要用说出来的 可范贤却觉得 无论说与不说 感谢这种情感始终都存在于心中 表达方式的不同 给人的感觉自然会不一样 在没有行动之前 言辞之中的感激无疑是最合适的 你想怎么做 在进炉时 北极小皇帝已经同意对东夷城派兵增援 而且也的确付诸行动了 此时留给范贤的时间并不多 无论东夷城一战结果如何 他都需要在那之前找到可以自保的途径 回京都 范贤的目光里满是斗志 此时此刻 他从未感到这般的斗志磅礴 好似有一双手在背后推着他往前 回京都 此时回去做什么 海棠朵朵问道 林婉儿也感到十分的疑惑 毕竟他才刚来北京 此时又返回京都 那他这一趟岂飞白跑了 秦爷在我手中这件事 恐怕庆帝已经料到 庆帝知道 太后皇后必定也知道 再加上那一枚子弹的缘故 就算庆帝不对你出手 太后与皇后也必定会对你出手 所以你必须跟我待在一起 范贤看着林婉儿淡淡道 此时回去 乃是掀开当年真相的第一步 庆帝不在京都 正好让我有机会找太后和皇后问个清楚 对付庆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但是对付太后和皇后没有比现在的机会更好的了 红四祥与叶流云都去了东夷城 秦爷又被范贤握在手中 此时此刻 太后和皇后身边可谓没有任何助力 只要范贤进得京都城 太后与皇后便是瓮中之鞭 那北京怎么办 你一旦私自离去 庆帝必然对你出手 此时范贤乃是南京北征的主将 他一旦私自离去 便是犯了军法 南京军法森严 这个罪可不小 再者 万一你走了 这里的大军对北极发动进攻 那我北极如何抵抗 海棠多多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谁知范贤却是笑着摇头 东夷城之事一日未了 庆帝便不会对我出手 在他没有得到那个密码之前 他所做的一切都将是徒劳 所以他不会对北极出兵 更不会对我出手 因为我手上还有他需要的东西 范贤想到了长公主 长公主乃是庆帝绝对的软肋 长公主宁死都不肯说出 他与庆帝之间的秘密 这虽给范贤极大的障碍 但也同时说明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这个秘密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常人所想象 庆帝在没有肯定长公主的安全 或者说在没有肯定长公主不曾道出这个秘密之前 他绝对不会对范贤出手 再加上禁忌之门的密码 庆帝此时如此着急地约战四孤剑和苦河 无疑也暴露了此时他内心的不安 他想先犯嫌疑一步得到密码 打开禁忌之门 庆帝抬头看去 夜流云与苦河的战斗已进入白热化 流云散手的招式好似穿花影蝶 给人以极具美感的同时又蕴藏着恐怖的威力 饶是苦河也不敢小觑 只得严防死守 而另外一边 红四祥 侯公公语音之兰 王十三郎的战斗也趋于白热化 这四人 虽都只是九品上的高手 但在九品上中 这四人可谓已然绝顶 再没有比他们更厉害的 于是这四人的战斗也格外的激烈 每一朝每一事都蕴藏着巨大的威力 当年出手阻止我的人是你 四孤剑来到庆帝面前 剑神的气息缓缓从他身上流露 四周空气不停的震荡 就连天边的云也似乎受到极大影响 开始溃散 你现在才明白 是不是太晚了些 清帝的眼神里透露着一股子冷嘲热讽 后知后觉的人没资格大声说话 所以当年杀叶青梅 就是因为他的力量太过强大 连你都无法彻底掌控 对吗 四孤剑的声音低沉 远远传出 惊起树林间的一群黑鸭 陈年旧是多思无意 四孤剑 郑刚才说了 交出那些东西 郑可以饶你们不死 郑今日既然来了 便不会空手而归 你应该知道这一点 清帝不愿在叶青梅的问题上过多纠缠 所以赶紧转移了话题 他的声音里带着浓郁的霸气 不容丝毫质疑 整个人的脸色也显得极其威严 令人不寒而栗 无论你今日要的是什么 都休想带走 四孤剑的眼神里满是杀气 下一刻 剑神的光芒照耀万千世界 右手的剑芒 好似游龙般仰天长笑 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大声响 整个剑塔都猛烈的摇晃起来 东一城上下百里皆可闻 清帝剑壮 脸上闪过一抹饥讽 灵力的目光 煞时间转向四孤剑的身影 一瞬 清帝浑身上下 真气淋漓 好似洪水猛兽般 咆哮而出 霸道无辟 如果范贤在此 定然会惊愕不已 因为清帝身上的真气 与他身上的真气一般无二 居然也是霸道真气 只是 清帝身上的霸道真气 好似经过时间的锤炼 更为纯粹和凶猛 砰 剑芒与霸道真气的碰撞声 响彻整个东一城 煞时间 只觉天摇地动 无数云朵被击碎 无数只黑鸭金飞 璀璨的光运 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形能让照 缓缓扩散 践踏下 生者必退 没有任何人胆敢正面抗衡 苦河与叶流云 惊声回头 两人脸上 同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表情 叶流云看上去 更为错愕和震惊 他似乎并不知道 庆帝的霸道真气已经达到这般境界 竟能全然压制住四顾剑的剑芒 而苦河脸上虽也有惊恶 但更多的乃是一种担忧 四顾剑若无法压制住庆帝 那么此战他们必败无疑 正忧虑间 四顾剑已经从光运之中冲去 四顾剑法宛如瀑布一般向着沁帝疯狂倾斜 精妙且华丽 流星坠地 但沁帝脸上却不见丝毫慌乱 举手投足间 竟是潇洒与霸道 这原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 但此时在沁帝的手中却得以同时体现 那种潇洒便好似天上的流云 任凭世间变幻万千 我自窥然不动 宜然自得 那种霸气又好似天上的日月 冷眼旁观着世间一切 无动于衷 却又始终保持着自我运转的方式 从不因为世间这一切而做出任何改变 轰轰轰 静帝接连出手 铺天盖地的真气 煞时间重压在四孤剑的剑芒之上 原本如游龙一般咆哮的剑芒 此刻顿如走蛇 在地上不住身影 接着 静帝的身影再度闪过 双手横推 无边威势 煞时间卷动风云 排山倒海般 朝着四孤剑汹涌而去 四孤剑抬剑格挡 但却被这真气穿透肺腑鲜血 顿时自口中喷洒而出 身影倒飞树杖 亮亮呛呛 勉强稳住 抬头 四孤剑的眼睛里 除了杀意 此刻还多了一股惊恶 他万万没想到 同是大宗师 庆帝的真气竟能超过自己如此之多 这时 苦和的身影一闪而过 挡在了四孤剑面前 只见他猛地抬手 真气顿时凝聚在他的身前 狂风呼啸 接着 苦和的目光里浮现一抹猙獰 双手狠狠往前推去 真气形成的狂风 好似千军万马奔腾一般 带着乌边杀气 煞时间 淹没了庆帝 但苦和知道 这种程度的攻击 对庆帝 根本无用 所以 在真气之风 淹没庆帝的一瞬间 苦和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庆帝的右侧 只见他双手呼的在身前 接连变化数次手印 口中念念有词 也不知到底念导的是什么 但他声音消失的一瞬间 整个箭塔附近的空气 似乎都变得躁动起来 然后 便是不知从何处传来的 嗡嗡嗡的轰鸣声 好似有什么东西 正游远极尽的袭来 庆帝抬手击溃真气之风 目光一灵 显然也听到了这股声音 陛下 叶流云从远处急奔而来 挡在庆帝的身前 目光不断的扫视 想要寻找这声音的来源 可整个箭塔平静如水 除了那奇怪的声音 再无半点异常 就在这时 神色凛冽的苦和 忧的原地消失了 是的 原地消失了 正如他与四孤剑大战的最后一刻 无缘无故的原地消失了 这让庆帝和夜流云几乎同时感到惊恶 一股危险的感觉顿时浮现在他们心头 而此时 四孤剑再度斩起双手持剑 只不过 此时他手中的剑 却不再是以蒸汽形成的器件 而是一柄实打实的黑色木剑 上面雕刻着许多纹落 散发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 陛下 夜流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本沉重的脸上 此刻满是警惕 朕倒要看看 他们究竟还有什么花样 谁知庆帝仍旧霸气无皮 挥手示意夜流云站到一边去 而后 一个人独自面对两大宗室的终极一击 夜流云脸上的警惕 顿时变成了惊诧 想要阻拦之际 脚下呼得猛一晃 他再度抬头 只见四孤剑的身影闪闪烁烁从远处袭来 而他的身后还有一道银子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下集再讲 后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后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也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完成了什么事情呢 Neighся 同志呀 我选择下来又会发生了什么事 事情山道南省 掉下来又在看 反 côté也应该不要rt 来说 别想做不用ρε样了 Cathy